來吧 baby 強強 Let's get to move on 第一場 就先來 我們先去 走 中間的領航員 由羅賓森 搭配喬丹 詩敬堯 胡家俊 以及陳宇瑞 組場的新北國王 Thomas 陳俊南 麥卡洛 李凱燕 還有楊敬敏 是他們的先發五人 雖然拿下二連勝 不過領航員 這兩場勝利的比賽當中 還是有很多可以修正的內容 凯燕這個左手傳球送給了湯瑪士在籃下小火車開進去了 從第一波進攻 在40度角接獲阿敏傳球沒有 今天應該也是一個籃板王的爭霸戰 凯燕 這是二波進攻的機會 如果老吳 這個傳球被凯燕給斷掉 看看標封玫瑰 把速度標起來 輕鬆的傳球 謝謝你 謝謝你 有點像是昨天的李德威 老吳的左邊上籃換右手 卡瑪斯回防相當快 楊靜敏真是一個 wide open open court 的快攻 低角的三分球 傳達友這個地板球也被操掉了 阿敏放在最前面 國王敬衛軍 奈卡洛要找他 他面對老吳的防守 慢慢摸進去 斜防過來之後 在遠邊 兩個傳球 三秒鐘 李凱燕投進了三分球 李凱燕今天 另外施敬堯 現在持球來做進攻 楊將只留一個 三分外線 有 果然是有效 四個分組球員去做搭配 那這樣子的情況也是要解決到 兩個楊將性質比較類似 哇 剛剛講完兩個楊將 他們做產生了絕佳的 在底角室市市關長楊敬敏 球在被湯瑪斯撥出來 陳俊男 地板上的球撿起來之後 左邊上籃得分 這球這球 還是二三去防守 太好了 楊敬敏空前進去 你做的是打經驗 對 你說湯瑪斯這名球員 太犯規了 左邊的戰績很好 還可以一直這樣加一些 非常強的球員進來 是 在座轉移球發生失誤 陳俊瑞 左邊上籃得分 需要 這個 反快攻的機會 對 Thank you very much Robinson 道歉 不是揪的 光看他們灌籃 就是NBA等級的灌籃 麥卡洛的三分外界 是有準頭的 在賽節練習 支支命中 進攻 藍板 兩個假動作之後還是放進了 Q如果再年輕個十歲 他應該不會跳出Robinson 到區域之後 減少了這個禁區接球的比例 變成說國王隊 沒有找到太好的出手空間跟機會 Jordan在底線接獲傳球 這兩分輕鬆拿到 上次對決的時候 他傳出了十三次助攻 進球賽到進去還好 在第一時間沒放進 不過Robinson即使 本土非常需要跳出來的就是 陳鈺瑞跟施敬堯 因為在上次對戰 取得勝利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最分下十八分 跟二十分 是 張旺萍在四十度角投進了三分球 尤其施敬堯 阿堯今年的三分命中率 兩成五是比較低的 好 這邊是Robinson投進了三分 倒回來 王金智 Robinson上他一個大鍋 但這一節 國王隊只投進了一進三分球 反倒是對方的命中率的持續的提升中 同手限制住了國王隊也同時讓 李唐元在籃板的保護上面 可以抓下更多防守籃板 他們所有得分都集中在他們兩位洋將手上 張旺萍 看有楊心智 這個拋球 進 所以新北國王現在只有兩分領先 老烏 都在分到Robinson的手上 中距離來一個跳投空心球 Robinson目前 去做出比較好的配合 結果這個球還沒過半場 關達佑就失球 被標宮玫瑰飄起次路來 大幅領先的時刻 交給麥卡洛 用卡洛三分球來跑回顏面 兩百零 在上半場主打他的機會 看起來是蠻多的 還是他跟PonPon兩個人跑 單拼 這次丁杰提到兩個 跟進區的切入時的節奏變換 都是讓對手比較難去捉摩的 看出了好球 這橫向的移動拿下兩分 兩分 上半場六分 阿敏的球 很Lucky的Friendly Roll 但這才是蔡季的第一場比賽 所以看看Q 他的體能呢 到底能應付多少的時間 這是Jordan 中距離跳投得分 第二屆國王隊這邊 只有李凱燕 在三分之間出手 備犯給一次的滑球機會 這個壓哨球 最後不理了 標封玫瑰 Robinson也來了 Robinson剛剛本來 操板場要結束 TOMAS差距是10分 Robinson倒地之後 TOMAS輕鬆放2分 TOMAS輕鬆放2分 看到前場 剩下5秒鐘 過了2分之後 切入情侶換成 左手沒進 後面有救兵 這2分補進 來的正式時候 就是陳玉瑞 對 有一點呢 他覺得就是台灣文化 比較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 勇敢地去犯錯 然後不要去分 學長學弟制 或是說 老板 我們今天 Robinson籃板 這個傳球 李凱燕今天已經兩次了 在對方快攻時 抄到球 在底線的3分球前 剛剛龍哥的眼神好兇啊 是 因為 開局就發生兩次的失誤 當然是很不樂見的 對 還好 Jordan這個底線的 跳投2分拿到 他對球的路徑看得非常準 這球滑掉後面 他把是小火車爬上山了 中距離的跳投 拿到籃板之後 國王隊的反擊 麥卡洛 三分外線竟然沒有人抗手 他這是不可以的 對外線還是沒有辦法開張 好棒喔 又來了 這個射後布林也進 也續背靠背的三分球 三分球 三分球員 因為在過去 能夠這樣子做搭配的 隊友並不多 對 以前沒有這樣3D的角度 這是一次Jordan的外線 Jordan這個外線 對 今年可能 下滑稍微比較多 老物已經偷跑了 這是國王隊 在防守上的一個小miss 這個突然間的區域 讓他有點不太適應 而且發生失誤 曉登 直接飛扣 瞬間回到10分 得分了 所以分數一直停留在 62比52 麥卡洛現在 可能也是比較累了 剛才又投進了一個中距離 在此之前 好幾個 不管中距離外線 他都miss掉了 Jordan回進了一季 三分 但會進 對 會進就是好投 凱彥的超姐 今天他的超姐 也算是一絕 跳得相當力高 蹦起來拿兩分 對方似乎也來了 空中 Azerplay 超度真的非常誇張 是 感覺整個頭都可以碰到籃框 正在籃框之上 阿敏就是一個 安穩 TOMAS 把籃框上的球 撥掉這戰 比法是合格的 但是 Jordan又一個三分 最後一個機會去做上籃 觀打佑操到 觀打佑 在林世軒面前 半半出中了 又是這份 Robinson 籃框球 給Robinson 假動作 還是拉回來 中距離空心球 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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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ison 22分 回傳球發生失誤 麥卡洛 左搖右擺的 哇 真是榮高手槽 他跟對方Rollison是更好 22分 但是 Jordan 這是一季壓哨的3分 Tolbert 在上門塔得8分之後 先看這個球 很迅速的2分級先放進籃框 林凱燕 你得分手啊 對 吳俊翔前路得分 哇 有勇氣 王志宇啊 不管是外線的出手 還有整個剛剛轉換攻擊的時候 判斷到有時間點馬上去做雙向籃框的上 第四節是解佑哲上班的時間了 他在上個星期天的比賽 第四節之後 盧俊翔也投進了外線 剩7秒鐘 交給遠邊 又給微笑射手解佑哲 再來一次中距離 好 穩定的外線 還有整個李銀鋒 發揮機會都會稍微比較少一點 對 今天李銀鋒甚至沒有上場 盧俊翔 給他一點機會他就把握住了 他不是迷 活動的配合 吃速時還可以打折 吃速 吃速 聽說我就是吃速的怎麼樣 這好棒 有好段時間沒有在場上了 麥卡洛對抗之後出手沒進 Q再到進攻籃板 假動作 一個後仰的翻身跳投 當節的美性 麥卡洛 轉移 左邊 開前術師 微笑射手 劍右者 小胖 這個地板球 哇 送給了國家隊老隊友楊敬妮 這個角度 因為剛好是在 正對我們轉播台 其實我看起來都已經沒什麼角度了 真的 羅賓森一個翻身兩分拿到 他在第四節的首度得分 好像這個Ryan教練 這節沒有打算用他嗎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分數有些許的領先 對所以也不急著把他換上來 但是 對國王隊在第四節人員的調整 是非常有限的 哇 這就是NBA第一輪 對 這就是NBA第一輪 對 阿瑤 好球 羅賓森 持續的攻擊藍光 這位也是希望 可以在控場方面做得更穩定 是 雙一遊 碰碰這場順勢投進 A1 後 現在兩分15秒左右是還有時間可以追上的 絕對足夠 Q 找到進區 他跟阿瑪之間的合作 籃板鞏固以及分數的進障 老烏 右邊的切入球進 這回Thomas撥不到 地板球送到底角 哇 阿瑪的底角三分球非常關鍵 這顆三分球可能會殺死這場比賽 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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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外型還是蠻準的 不過這次跟上次比較起來 國防隊在陣容上有非常大的翻轉 也讓他們在末節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之下 末節今天他們得了29分 阿瑪 阿瑪 阿瑪